你也留意到,许智峰在网上呼吁要制裁一些参与国家安全或相关案件的执法人员或司法人员的制裁 要建他们的底,亦都呼吁其他人建这些人的底 我想说这个,很有机会是违反了国安法的29条和违反了相关的私人帖例 这个不单是违法行为,亦都显示到那种卑劣,那种做人没有人格的那种完全没有底线的行为 我相信我们香港人都是引以为耻的,有些人,我们贴地说这些就是衰到没有朋友